我觉醒的时候还太早 女主还在KTV里端盘子 还没有跟男主相遇 我也还在KTV里端盘子 还没有跟我的富豪爸爸相遇 1.在KTV里端了半年的盘子后 我突然觉醒了 发现自己身处一本宠闻里 人设还是恶毒女配 明天我就会跟我的富豪爸爸相认 之后被安排跟一个没有感情的男人联姻 婚后还遭遇了家暴 而女主遇到了男主 被男主一家宠上了天 她天天跟我秀恩爱秀幸福 刺激得我心里失衡 用尽各种手段想要破坏他和男主 最后我被送去蹲橘子 而女主和男主洗的双胞胎 死 这是哪个天杀的作者写的剧情 有钱有闲有老公 这种好日子不过 我做死去破坏男女主干什么 2.按照剧情 我先是被富豪爸爸认了回去 然后又被安排嫁给了那个没有感情的男人 但接下来的剧情 我选择了不做死 安心过我的好日子 顾寻说她要去见白月光 我建议她带树花 宋小姐最喜欢白玫瑰 别买错了 顾寻 她疑惑是应该的 按照小说人设 我应该阻止她去见宋静 在我原本的道德观念里 结婚了就该从一而终 绝不能再招三公四 但以前是以前 现在的我只喜欢钱 我跟顾寻说 为了友好和平的相处 我们做一个约定怎么样 顾寻 什么约定 你玩你的 我帮你保密 然后你每次付费就可以了 顾寻 看她满脸震惊 我也疑惑了 你们圈子里不都是这么玩的吗 婚姻归婚姻都是为了利益 感情归感情 谁心里还没有个甲乙丙丁 顾寻沉默了两秒后才开口 婚后各玩各的 确实很常见 但是开口问老公要封口废的 不常见 我双手一摊 男人哪有钱靠谱 顾寻 三 顾寻前脚刚走 后脚女主宁初就给我打电话了 按照时间推算 这个时候她和男主温思妍 已经在一起了 她会跟我说温思妍 多么多么宠她 然后顺口问一句 我过得怎么样 顾寻时不时的 要去陪她那个白月光 按照原剧情 我当然过得不怎么样 可宁初不知道 是情商低下还是故意的 对我关心不多 秀恩爱反倒越来越多 我堂堂豪门千金 居然连她都比不上 我能不气吗 但现在我还真不气 在宁初问我 最近过得怎么样时 我笑着回到 正在收拾行李 她惊讶 怎么了 跟你老公吵架了吗 我哪有空跟她吵架呀 我要去国外旅行 度蜜月呀 不是 我一个人去 宁初惊讶的呀了声 又问 你们新婚燕尔正是甜蜜的时候 不打算造人吗 造什么人 我跟顾玄有半点感情吗 匆匆敷衍了宁初几句 我迅速挂了电话 等到顾玄的封口费打过来 我立马就提着行李箱去机场 顾玄晚上到家 发现屋里一片漆黑 她震惊地给我打电话 你人呢 在马尔代夫看夕阳 顾玄 死 我到马尔代夫的第二天 宁初和温思妍也来了 宁初嘴上说着 很想我 太久没见了 所以让男主带她来这里跟我见面 但我怎么从中 琢磨出了一抹炫耀的意思 更离谱的是 她明明是来跟我见面的 结果一天到晚都跟温思妍黏在一起 还一会叫我拿这个 一会叫我拿那个 外人看来 还以为我是他们的庸人呢 我当即决定换个地方玩 宁初又震惊了 你花钱这么厉害 你老公不会说你吗 我跟她是商业联姻 又不是她包养我 大概是包养这两个字 刺痛了宁初的自尊心 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重重地看了我一眼后 她低声吐出一句 祝你玩得开心 我当然会玩得开心 只求她不要再带着男主 来我面前秀恩爱了 虽然剧情设定我是恶毒女配 但我不想给谁当配角 牛不喝水 还强暗头吗 无 在外玩了大半个月 顾寻终于又给我打电话了 这次是因为有个宴会 需要我们合体出席 我想也不想去建议她 那你带送小姐出席呀 反正你只是需要个女伴 她也是女的 顾寻 后面她带着性子跟我解释 因为这场宴会很重要 双方父母都在关注 所以她只能带我去 这样啊 要不你说我病了 我还没玩够呢 不太想回去 顾寻对于我的态度非常不满 冷笑道 我还是第一次见 把老公往外推的 星田 你可真牛逼 我牛逼吗 我怎么觉得 他们男人都这么贱呢 按照原剧情 每次她去陪白月光 我都会大吵大闹 后面她烦了 就干脆几个月不回家 我找到她白月光住的地方 跟她的白月光动了手 她一气之下也对我动了手 最后闹得两家不欢而散 外人也看够了笑话 难道这就是她想要的 我对顾寻说 要我回去 配合你也不是不行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朋友过几天生日了 你陪我一起去 表现好点 宁初马上就要生日了 到时候肯定会叫我 也免不了要秀一波恩爱 我原本是不打算 跟她再多联系的 但一起在 KTV端盘子的时候 她曾舍命帮过我一次 就当是报恩吧 只要她不过分 我也不想跟她撕破脸 六 顾寻答应了我的条件 我也乖乖在第二天 飞回了国 由于飞机晚点 顾寻在机场 等了三个小时 我一到出口 就对上了她黑沉沉的脸 怎么 不高兴我回来啊 那我现在就走 顾寻 她忍着怒火 把我塞进车里 又递过来一个袋子 让我赶紧换衣服 在车里换 顾寻伸手按了一个键 车子中间的挡板 升了起来 换吧 现在没人看了 我缓缓看向她 你不是人吗 顾寻 为了不被我气死 她果断扭头看着窗外 我提醒她 玻璃反光也会看见哦 记得闭眼 顾寻深吸一口气 还是没能挡住理智 飞到九霄云外 她转回来 恶狠狠地瞪着我 心田 你跟我领了证的 我就算把你看光了 也合法 哦 那你看吧 我大大方方地 当着她的面 开始脱衣服 顾寻反倒不好意思了 蹭了一下脸红了 小样 跟姐斗呢 姐可是知道所有剧情的人 顾寻就是那种 你跟她来硬的 她能弄死你 但你跟她来软的 她就会不知所措 在顾寻满脸通红 闭上眼之后 我实实然地换好了衣服 七 到了宴会现场 刚一下车 我就挽住了顾寻的手 顾寻演技不错 那还请顾总 待会儿宴会结束后 奖励我一百万 顾寻 面对前来攀谈的人 我笑容满面 回答得体 一点也不像 是被拐卖多年 突然回归豪门的落魄女 顾寻看我的眼神 也从一开始的诧异 逐渐变得有些暧昧 等等 暧昧 我一个机灵 在宴会结束后 立刻跟他划清界限 这次我帮你 是为了下次你帮我 咱俩属于互相帮助 你可别歪了响 顾寻似乎喝多了 靠着椅背 眼神迷离 他抬手扯着自己的领带 颇有股斯文败类的味道 你嫁给我 不会就只是为了钱吧 不然呢 难道还是为了你的人 我无比真诚 然后顾寻就被我的真诚伤到了 他气急败坏地 把我扯过去 让我好好看看他的脸 我这样的你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随口瞎周 喜欢温思炎那样的 顾寻 那不是你朋友的男人吗 那又怎么了 防火防盗防闺蜜 我就是那个 会翘墙脚的闺蜜啊 顾寻 他大概是被我的三观 震惊到无语了 缓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心田 你老公在你面前呢 I feel 把 顾寻气急了 一把扯下自己的领带 扔到一边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 在他的胸口和腹部 都按了按 一块块明显的肌肉 手感好到爆 靠 这混蛋用美男计是吧 你 你干嘛 我试图收回自己的手 但是顾寻不让 他勾成轻笑 缓缓贴了过来 直到将我困在车门 和他的胸膛之间 在我面前 说你喜欢别的男人 心田 你想死吗 姿势太暧昧 他的表情 他说的话 都太暧昧 有那么一瞬间 我差点以为顾寻喜欢上我了 直到他的手机铃声传来 我看到屏幕上的备注 只有一个字 静 多亲密啊 顾寻看了一眼 没有接通 而是把电话给掐断了 但我现在清醒无比 笑着反问他 顾总不是也喜欢别的女人吗 顾寻被我问得一愣 我趁机把他推开 并提醒他 顾总别忘了 我们只是商业联姻 原剧情理 顾寻不止一次 用这句话将我堵得哑口无言 现在 我先发致人 不过 这么做的后果就是 顾寻接下来好几天 都没有给我好脸色 直到宁出生日那天 我问他 还陪不陪我去 顾寻冷声反问 要是我不陪你去 你就一个人去 不啊 我可以找别人 男的女的 我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刹那间 无声胜有声 顾寻炸了 你敢找男人陪你去 你信不信我报警 有病吧他 这种是报警 丢脸最大的人是他吧 不过听他的意思 大概是愿意 继续陪我去宁出的生日会了 既然如此 我也不想跟他闹得太僵 我迅速换上笑脸 牵起他的手 那走吧 顾寻一下没反应过来 被我拉得踉跛了一步 往前走的时候 他又低头看了看 我俩十指紧扣的手 然后嘴角悄悄上扬 9 宁出的生日会 场面盛大 温思炎确实很宠爱他 但来人之中 除了我是宁出的朋友 其他的 都是温家和温思炎的朋友 宁出特地带着温思炎过来 跟我们打招呼 两个男人握手的瞬间 顾寻不紧不慢地开口 温总确实很有魅力 温思炎 宁出也一头雾水地看向我 而我猛地想起来 那天我随口瞎周说 自己喜欢温思炎 这家伙 不会要在今天搞事情吧 我对着宁出和温思炎 抱歉地笑笑 然后又悄悄在顾寻的腰间 拧了一把 顾寻立刻转头瞪我 还好这时 有人来跟宁出和温思炎攀谈 我连忙拉着顾寻 去了无人的角落 你干嘛 不是说好了 今天要配合我的 顾寻皮笑若不笑的 怎么配合 跟温思炎搂着宁出一样 搂着你吗 还是叫你老婆 最后两个字 记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很无语 但又不知道从何解释 更让我郁闷的是 顾寻这副样子 看上去像是吃醋了 可他跟我之间 吃得拿门子的醋 沉默地僵持了几秒 不远处有人喊顾寻 应该是生意场上的合作方 顾寻虽然不耐烦 但还是给面子的走过去 跟对方聊了几句 再回头 发现我已经跑到宁出身边了 还好温思炎也走开了 不然他估计会以为 我是想黏着温思炎吧 是 宁出跟我说 他原本也想请其他的青铜好友 但是温家的门地太高 他怕其他人过来 反倒不自在 我笑着点点头 岔开话题 想跟他聊聊事业规划 以前我俩没背景 没资金 找不到工作 只能暂时在KTV里端盘子 现在我回归豪门了 他也有了温思炎当靠山 再想干事业 应该会容易很多 然而 宁出一本正经的说 我暂时没什么规划 只想好好陪着阿妍 他有睡眠障碍 只有我陪着 他才能睡得着 是我天真了 我原以为 事业规划这种高大严肃的话题 扯不到秀恩爱上面去 结果 还是吃了一嘴的狗粮 更可怕的是 温思炎这时 跟其他人聊完 又过来了 他搂着宁出的腰 柔声问宁出 是不是站累了 宁出娇笑着摇头 不累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你更辛苦 温思炎 只要宝贝开心就好 够了 恶毒女配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 秀这么尬的恩爱 我扭头想走 结果一面差点撞上一个人 是恶毒男配周成羽 他喜欢宁出 想要横刀夺爱 剧情中我跟他狼狈为奸 不仅一起做了很多坏事 还让人误以为 我跟他有一腿 所以在他笑着 跟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就想躲开 可宁出这个时候 还不知道周成羽的真实面目 他甚至觉得周成羽人不错 说话间 又朝我眨了眨眼 意思很明显 顾寻对我不好 我可以趁早找下家 我 就算要找下家 也不能找周成羽 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吧 可周成羽提出要加个微信 我正打算睁眼说瞎话 说自己手机没电了 身后冷不丁伸过来一只手 直接把我拽了过去 我撞在了胸肌上 痛得皱眉 是顾寻 他搂着我的腰 眉眼冷力地盯着周成羽问 干什么 当众挖墙脚是吗 十一 周家在圈子里 虽然不是什么龙头老大 但也是有名有姓的 再加上两家 在生意场上有些合作 所以周成羽对顾寻并不畏惧 他甚至觉得 就算他当众挖顾寻的墙脚 顾寻也不会跟他撕破脸 一则要顾及两家的交情 二则大家都知道 顾寻爱的人是宋静 我算什么东西 一个被新家找回来 用于交换利益 同时被合法老公嫌弃的可怜虫霸了 我曾在觉醒之后想过 被新家认回去之后 不同意嫁给顾寻 可我到了新家才知道 我是没有选择的 要么回去继续过那可怜巴巴的日子 要么就听从新家的安排 嫁到顾家去 所以顾寻怎么可能为了我跟别人起冲突 最主要的是 现场这么多人看着呢 万一事情传到宋静的耳朵里 宋静生气了怎么办 阴阳怪气顾总火气这么大干嘛 我就是跟顾太太留个联系方式 谈不上挖墙脚 顾寻滚 干脆利落又丝毫不留情面的一个字 把在场吃瓜群众都给震惊了 我也震惊了 周承宇拉下脸来咬牙切齿道 顾寻 我给你脸了是吧 顾寻看都不看他 只回头问我 你要给他留联系方式 那副样子好像我敢点头 他就敢当场杀了我 不过我本来也没想跟周承宇有什么联系 所以就摇了摇头 顾寻的脸色缓了缓 随后又对温思妍说 这畜生不但想挖我的墙脚 也想挖你的墙脚 你自己注意点吧 话音落下 他也不管在场的人是什么表情 拉着我就走了 他人高腿长 我又穿着高跟鞋 勉强跟了一段后 还是没稳住 把脚给崴了 我痛得骂人 有病吧你 周承宇惹你生气 你去揍他呀 跟我发什么火 顾寻回头瞪着我 他不关心我的脚 只冷冰冰地问 今天我要是不在场 你是不是就跟周承宇加微信了 不会啊 顾寻的嘴角刚要往前翘 我又说了句 周承宇不咋的 江家小少爷倒是看着不错 心田顾寻暴跳如雷 神情似要吃人 而我一脸无辜 他大概忘了 刚才来的路上 送进给他发了信息 让他今晚过去 我清楚地看到他回了一个字 好 所以呀 既然心里想着别的女人 就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 我跟顾寻说 你有事先去忙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顾寻的脸色比夜色更黑 他把我塞进车里 然后让司机开去医院 路上宋静又给他发信息了 他没有回复 宋静就打电话过来 顾寻接通电话 跟宋静说自己 再去医院的路上 宋静立刻就担心了 怎么了 是喝多了 还是出什么事了 顾寻低头看了我的脚一眼 只说 是别人受伤 不是我 别人 呵呵 我故意坏笑着凑过去 用口型问他 老公 谁是别人啊 顾寻大概是怕我真的出声 会让宋静听到 连忙挂了电话 我白了他一眼 你胆子也太小了 我都说了 只要你付封口费 我可以帮你隐瞒一切 顾寻 十二 我没想到宋静会追来医院 他还让我别介意 可如果真的怕我介意 他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我突然意识到 在我和顾寻的故事里 宋静就是那个恶毒女配 可惜的是 我和顾寻的故事不是宠闻 而是虐闻 刚好这时 顾寻有个重要电话进来 他走到外面去接 宋静趁机问我 新小姐 你有考虑过离婚吗 又问那你能忍受 我们三个一直以这样的方式 相处下去吗 为什么不能 我好笑的看着他 我跟顾寻结婚 本来也不是因为爱情结婚的呀 他能找你 我也能找别人吗 宋静 我都这么大方了 可宋静还是不满意 他在顾寻回来之前 把一整杯水泼在了自己脸上 而顾寻也没有让他失望 回来后看到他的狼狈样 当即质问我 新田你干什么 我低头看了看宋静 塞到我手里的水杯 忍不住发笑 顾寻见状更加生气 你笑什么 静静过来是因为担心我 你不高兴看到他 让他走就是了 有必要羞辱他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他就已经巴巴巴的说出了一堆 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毕竟我是这本书里的恶毒女配 在顾寻的潜意识里 我就是个坏女人 我连自己闺蜜的男人都会抢 更何况是对待借入自己婚姻的小三 恶毒女配嘛 肯定是双标的 可以破坏别人的感情 但是不允许别人破坏自己的感情 我转头又接了一杯水 当着顾寻的面 阿寻 宋静哽咽着 扑到顾寻的怀里 是我不好 我没有经过你太太的允许 就突然跑来这里 他生气也是应该的 你别跟他计较 妈的 演技真好 这本书的作者 就应该安排他去搅和宁出和温思言啊 搅和我和顾寻 这对没感情的表面夫妻有什么意思 大概是我们这边的动静太大了 有个护士走过来查看 仗着有外人在 我更加有恃无恐 笑眯眯的对顾寻说 还处在这里干什么 快带你的白月光回家呀 护士眼里顿时亮起炸裂之光 明明刚才填资料的时候 顾寻说他跟我是夫妻 现在居然把白月光带到合法老婆面前 这么劲爆的八卦 谁不想看 谁不想听呢 只可惜 我没有心情奉陪 看顾寻没有反应 我率先转身走了 到了楼下 我打了辆车 坐上去没两分钟 就接到了宁出的电话 十三 他先是说了下 我跟顾寻离开后 周承宇和其他人的反应 无非是议论纷纷 还有周承宇说要给顾寻好看 跟你爸妈打声招呼 不用了 太麻烦 我 不麻烦的 只要我开口 不管什么事 阿妍都会为我办保的 又是秀恩爱 按照觉醒前的人设 我肯定暗地里欺诈了 毕竟我前脚刚在顾寻那里受了委屈 后脚宁出就跟我秀恩爱 这也太不顾我的感受了吧 但实际上 宁出以前太缺爱了 现在被温思妍捧在手心 他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温思妍的好 他不是只对我秀恩爱 是无差别撒狗粮 幸好 我现在对顾寻没有任何期待 不 确切地说 是对感情和婚姻都没有任何期待 我同意嫁给顾寻 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 既然如此 宁出和温思妍那边的关系 就要好好利用起来 所以我爽快地答应了宁出的建议 好啊 那就麻烦你和温总了 宁出 不麻烦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吗 你和温总什么时候结婚啊 宁出被我问得一愣 紧接着就害羞了 怎么突然说这个 我还没想过 该想想了 最好早点结婚 没有我这个恶毒女配从中作梗 他们应该更早地修成正果 十四 第二天下午 我妈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一趟 虽然她在电话里语气不好 但我知道 有温思妍打过招呼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 只是 我一进门 就看到他们跟心安正在嬉笑 心安 小我两岁的妹妹 我的父母给她取名安字 就是希望她一生都平平安安 不要跟我一样 被人拐卖了 其实一开始 顾家想要的儿媳妇是心安 但心安有自己的心上人 扬言逼她嫁到顾家的话 她就与死亡破 我爸妈情急之下 突然想起了被拐卖多年的我 说来也巧 警方那边刚破获了一起拐卖案 抽丝剥剪 顺藤摸瓜 就查到了当年的事 再然后 我父母就找到了我 原剧情理 作者对于我的身世 介绍的并不多 只说我的父母更偏心妹妹 我在原生家庭和婚姻里 都没有得到想要白 所以才会极度拧出过的那么幸福 极度到发疯 极度到黑化 可觉醒后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 营初觉得幸福的生活 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知道 新家和顾家刚合作了一个海外的项目 目前团队还缺人 所以 我跟父母说 我想进这个项目锻炼 我妈本来拉着仙的手 在欣赏她刚做的美甲 突然听到我这么说 很是诧异的看了我一眼 紧接着又笑道 你去干什么 被外人知道我们 塞了什么都不会的大小姐进去 徒增笑话 我爸也说 就算我们同意 顾家那边也不会同意的 顾家那边 我会让他们同意的 大概是我的语气太过笃定 我父母看我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 于他们而言 我本是推出去交换利益的 如果能在顾家站稳脚跟 还能说得上话 岂不是好事一见 所以 我爸当即就松口了 如果顾家也同意你进项目 那我们没意见 我点点头 那你们等我消息 起身走的时候 西安难得的叫了声 姐姐 怎么了 你不留下来吃饭吗 虽然家里没备什么好酒好菜 但你应该也不会嫌弃的吧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既然没备韭菜 那就是根本没想着我吃饭 西安虽然表面上叫我姐姐 实际上却十分抗拒我回到新家 我也没想跟他抢父母的爱 因为知道抢不过 我呀 就想多拿点钱 往后山高水远 乐得逍遥自在 十五 那晚在医院的事情也传了出去 还传到了顾寻父母的耳朵里 但这一次 二老没有当做不知道 而是炫了顾寻一顿 原因很简单 最近我和宁初以及温思妍走得很近 顾家和新家都可以不管我的面子和感受 但是他们又都想通过我跟温家搭上点 我特地打电话感谢了宁初 然后宁初就跟我说 温思妍要跟他求婚了 婚礼呢 也在准备了 时间定了跟我说啊 宁初 甜甜 我想请你来当我的伴娘 原剧情里 我在婚礼上设计让宁初出丑 惹得温思妍大发雷霆 顾心两家因此被连累 之后一直走下坡路 所以后来温思妍送我去坐牢 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 幸好我觉醒了 那样的剧情也不会再发生 顾寻回来的时候 我和宁初相聊甚欢 不知道是他走路没声音 还是我太投入 总之 我没有发现他回来了 宁初询问我俩的近况 我云淡风轻的说 他这会儿应该再陪宋静吧 上次宋静在医院 自保自眼妆可怜 他肯定心疼死了 宁初 你就让他这么胡闹 不想管他 反正过几天 我就要出国了 啊 你要去哪 我们家跟顾家 在澳洲合作的那个项目 团队还缺人 我去锻炼锻炼 顾寻同意了 我管他同不同意 我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手机被顾寻夺了过去 他的脸色又是难看的 好像自我们结婚以来 他对着我 总是很难有笑脸 顾寻挂了电话 又盯着我问 谁同意你去澳洲了 我爸妈和你爸妈都同意了 顾寻 手机还我 顾寻不还 还恶狠狠道 他们同意了 我没同意 心田 我才是你老公 那又怎么样呢 你还能拦得住我 你试试 撂下这三个字 顾寻拿出自己的手机 准备给我爸妈打电话 在两家的合作中 我家处于低位 但这次不一样 我好心提醒他 这件事是温思岩出面打招呼的 你现在虎脚蛮缠 是要打温思岩的脸吗 顾寻大带气疯了 完全没有理智可言 温思岩温思岩 你怎么不直接跟你朋友二女士一夫呢 他 顾寻的脸上挨了我一巴掌 他满脸不可知信 是啊 我这样一个不被婆家重视 也没有娘家撑腰的人 居然敢打他 确实让人很震惊 但我觉醒了呀 我不跟男女主作对了 不仅不作对 我还打他们当靠山 当资源 我告诉顾寻 就算你搅黄了我去澳洲的事 我也可以让你出牵线 进温氏集团的项目 到时候你还能搅黄吗 顾寻 省省力气吧 多去陪陪你的宋小姐 我走后你俩更自由 不好吗 心田 顾寻怒不可遏 你到底是介意我跟宋静的事 还是你自己想跟温思岩有牵扯 都不是 那你想干什么 想工作赚钱 我回到新家的目的 就是为了爱和钱 既然爱得不到 钱总不能没有吧 顾寻死死盯着我 但没有说话 良久 他走过来 按住我收拾行李的手 声音沉沉 你想工作 不一定要出国 你家公司或者我家公司 只要你开口 顾寻 我打断他的话 语气温和 咱俩之间没有感情 我出国 可以给你和宋小姐谈空间 我自己也能更自在 这是最好的选择 对我来说不好 为什么 我不想你走 啊 顾寻的话把我说懵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 有关于那晚宋静自导自演的事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他一时难以接受 宋静是那样的人 所以这几天都在外面借酒消愁 可是酒喝的越多 脑子里出现越频繁的人 反倒是我 顾寻甚至说 心田 我们试试 试什么 就是培养一下感情 培养他的鬼呀 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原来的结局 现在绕一大圈又回去 他能保证跟宋静一刀两断 能保证以后 永远不会出现其他的第三者 就算他保证了 我也不敢信啊 爱情多不可靠 我只喜欢 当机闭断 一拍两散 16 我出国的那天 硬出来送我 他说温思妍最近在忙婚礼 所以没有一起来 田田 那你还会回来给我当伴娘吗 会 你就这么走了呀 宁初说着 左右看了看 我知道他在找顾寻 前天晚上 顾寻喝多了 跑到温家找他 问他知不知道 我喜欢温思妍 宁初被吓了一跳 连忙给我打电话 是我去把顾寻接回来的 但在离开温家之前 顾寻发了一通酒疯 他一会儿说我喜欢温思妍 一会儿又说他喜欢我 对于前者 宁初自然不会相信 毕竟我和温思妍每一次见面 他都在旁边 私底下 我和温思妍也没有联系方式 但对后者 宁初却信了 他说 你和顾寻毕竟结婚也有些日子了 同个屋檐下住着 你对他无限包容不说 平时生活起居 也把他照顾得很好 他喜欢上你 很正常啊 正常吗 如果按照原剧情的走向 这个时候顾寻对我已经到了厌恶至极的地步 是因为我觉醒后对他一点不在乎 反其道而行之的作风 让他觉得新鲜吧 他以为我会如兔丝花般依附他 会永远受他掌控 偏偏 我现在要远走高飞了 顾寻对我未必是爱情 只是恰逢他发现了送进不好的那一面 回头想要从我这里汲取温暖和安慰 但我不给 越是得不到的 他越不甘心 仅此而已 时期 过安检的时候 眼角的光 披到不远处 有一抹熟悉的身影 好像是顾寻 但我不愿转头仔细去看 是不是他都不重要 我只想奔赴自己向往的天地 到了澳洲后 生活几乎被工作完全占满 偶尔我会收到顾寻的信息 问我家里的东西放哪里了 恍惚着我想起来 我跟他还没离婚 其实出国前的那晚 我提过这件事 顾寻不同意 他看着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看着我帮他备好的所有东西 突然之间对我舍不得了 人心大抵就是如此 哪怕不爱一个人 但在他身上得到过好处 习惯了有他在 就会舍不得失去 我没有理会顾寻的挽留 也不相信他说的喜欢我 事实证明 离开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不能见面的这半年里 顾寻对我的思念有增无减 如果那晚我心软留下 或许现在我们也已经相看两宴 再见到顾寻 是在宁初和温思妍的婚礼上 他的身边没有送进 顾寻一人站在走廊尽头 等我走过去 他开口问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明知顾问 他知道我会回来参加宁初的婚礼 早就跟宁初打听了 800遍我回国的航班 昨晚 一路从机场跟我回来的那辆车 就是他开的 顾寻 我们谈谈吧 好 18 我离开的这半年 顾寻逐渐跟宋静断了联系 听说宋静去顾家找过他几次 顾寻都避而不见 顾寻的父母会把这些消息传达给我 是因为我在澳洲过得风生水起 除了两家合作的项目进展得很顺利之外 我还参与到了温氏集团在澳洲的项目 如今我不再是这本书里的恶毒女配 我只是男女主的好友 利用他们的资源飞升 新家和顾家已经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他们也都不知道 我已经深情永远留在那里了 把这件事告知顾寻后 他愣了很久 才艰难的问出一句 你不回来了 嗯 那我呢 你 我侧头对他笑了笑 又把原来的结局说给他听 原本我们会分开的很不体面 甚至互相希望对方去死 我努力改变结局 能有今天 我很满意了 顾寻摇摇头 我不会打你的 现在的他当然不会 我说的那些 他或许也不信 但都不重要了 顾寻 明天我们去离婚吧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没用 拧出了婚礼结束后 我会回澳洲 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们的夫妻关系 存在和不存在 其实没什么区别 既然没区别 那你为什么非要离婚 给你自由 顾寻气得连连冷笑 到底是给我自由 还是你想自由 我也想自由 所以你也成全我 好吗 大概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太真诚了 顾寻的火气 一下子就被浇灭了 他心里难受 但是发不出火 我指示着他 明天去离婚 好吗 事到如今 顾寻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用这种语气说话 并不是真的在恳求他 只是想要一个 好聚好散罢了 两久两久 顾寻终于吐出一个字 好 他同意和平离婚了 我微笑着伸出手 那就祝我们离婚快乐 顾寻也笑了 又问 离婚后 我们还是朋友吗 我去澳洲的话 可以找你一起吃饭吗 可以呀 以后的事 谁又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已经洗牌了自己的人生 绕过弯路 一心指负坦途 全轮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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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